在題目之前兩個非常重要的基礎認知 我覺得現在社會上有太多人不清楚這兩件事情 以至於對於動物的態度 把牠們視為一個適等的生命 首先這個狗狗其實已經被人類巡化上千年了 所以牠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個家蟲 或是比較不好聽一點的名字叫家畜 牠其實已經是需要人類的鑽養才有辦法活下去的物種 牠其實本來就不應該是流浪的野生的物種 這個需要大家都知道 說真的我們可以反過頭來問 我們人何德何能有一個像狗狗這樣子的動物 你只要給牠一點點牠就是百分之百以你為主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動物其實還是有一些基本自由的部分 包括牠其實需要吃 包括牠的生活環境 包括牠的整個基本的權益 行動的權益 牠可以很快樂的生活 這其實是我們需要先把它認同 才有辦法往下談我們今天的題目 好